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羅伯特·史帕丁將軍 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 首席中國戰略專家 美國國家安全委會戰略規劃高級主管 他日前接受英文大紀元專訪時 談到中共竭力地控制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話語權 因為其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 所以從未徹底開放香港 甚至會以暴力鎮壓港人的民主運動 而那將斬斷北京和世界的窗口 談到中共控制了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話語權 史伯丁將軍表示 冷戰結束後 美國撤銷了獨立的外交事務機構美國新聞署 1999年之後 中共要求西方政府私下討論中共的人權問題 中共還努力滲透美國公共外交機構 扭曲其發布的信息 史伯丁表示 中共除了可能暴力鎮壓香港抗議活動外 也可能對在香港的西方公司施壓 談到中共為何死死地將香港留在封閉體系內 史伯丁表示 中共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 從未徹底開放香港 鄧鏗什麽一個使用來自它們的工資 中共使用來自著巴格 matrix在封閉小的絕海 香港還沒有那麼遠 史伯丁認為 中共最終會鎮壓香港的抗議活動 我認為最後 中國共產黨會進來 拒絕抗抗議 我只是不知道該不會 對於美中貿易戰 史伯丁認為 中美不會達成協議 中共將希望寄託在2020年美國大選上 史伯丁還談到另一種情況 中共可能為了避免貿易戰帶來的損失 和美國經濟脫鉤 史伯丁認為 如果中共對香港進行鎮壓 斬斷和世界的窗口 那可能就是中共脫鉤的開始 但史伯丁表示 美國不會因為這種經濟的脫鉤 而受到影響